主席还有我们列席的政府官员以及我们所有的立委同仁 大家早安大家好 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金管会的副主委 金管会吴副主委 吴永浩 我们经济部的商业是专门委员好吗 经济部商务者 杨专门委 两位好 我想要请教一下 因为银行都把这些的不良债权委托或是出售给这些所谓的资产管理雇用公司 那这些资产管理雇用公司 它到底它的主管机关是谁 是经济部还是金管会 这个部分它是经济部登记的这个事业 它经管会不是它的主管机关 那你们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也不是 也不是 所以今天就是银行把这些的债权 卖给这些的资产管理雇用公司 那如果说这些的资产管理雇用公司不当去讨债的结果 你们今晚会完全管不到 只要是金融机构去出售给AMC的这个部分 我们在书面报告里面跟委员报告 我们写的有栽要把目前所作为 就是我们规范的部分 虽然这个资产管理公司今晚会不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可是对金融机构出售不良债权给资产管理公司的相关的规范 我们是定的非常的这个尽量去定 那今年三月份已经也做一个修正 是原则上它是不能够出售 有一些特别的条件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所规范的这个对象 那就是你们只能够规范银行吗 对 那你们规范银行 就是银行它把它卖给这些资产 就是AMC的话 那AMC不当讨债你们可以去规范银行 要求银行把它解约 或是宗旨嘛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经济部 你们对这些的AMC呢 能够管 你们是主管机关吗 还是也不是 是跟委员报告 有关于资产管理公司 这个把力名词 它其实最早是出现在金融机构合并法第15条 金融机构合并法第15条 那目前因为没有专案把管理 那所以呢 我们目前只能用公司把 就以一般的管理一般公司的那个方式来借 对 那今天就是它不当讨债的话 这个部分你们能不能管 如果它不是银行的委托的债权转让的话 是一般的债权 那它这样的不当的讨债你们能不能管 各位报告 如果它涉及到的是刑法的相关规范的话 那原则上就是由刑事单位来主管 对 我是说你们完全没责任 就是有刑事 人命自己去向刑事单位去报案啊等等 是不是 那你们完全那你们的主管机关是干什么的 它有没有违反它的这个营业项目等等 这个都不在你们的范围内吗 各位报告 如果说它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我们就会处理 那什么叫做违反公司法的规定 它今天不当讨债顺不算是违反它的公司法的规定 目前公司法对个别的 特别的营业事业没有特别的规范 因为公司法是适用在全国60家的公司 所以我们没有对付的 所以它的营业项目有一个就是它属于催收 催收债权嘛是不是 呃跟文豪我们在95年的时候已经把 三个有关于资产催收 催收业务的三个营业项目都拿掉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月项目是配合金融机构合并法 因为目前 金融机构合并法15条还有 规定说金融机构可以把债权卖给资产管理公司 那一般的一般的债权 它可不可以委托这些的 就是这些的AMC 它可不可以去处理一般的这个不当债权 呃跟文豪如果说在一般的法律上没有名文限制的话 它其实是 它是可以去处理 但是它用不当的手段 这不归你们管 是它就涉及到刑事犯罪行为了 好那今天公司 今天就说人民它利用就是一个设立的一家公司 然后用这家公司去做一个不当的讨债 那这样子你们觉得说是合法的吗 这家公司是合法的吗 如果它的经营行为涉及到不法的话 那就是违反法律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你们有没有义务应该要在你们的网站上 因为就是说去公告 当人民怎么样算是一个不当的讨债 那当讨债的时候 你们经济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申诉的一个缓道 是跟我们报告 其实我们进步在一百零 一百零年四月开始 我们有一个协商的机制 那目前我们 你们的协商的机制就是 你们有设立一个加强管理这个资产管理公司的事宜 然后成立一个跨部会的专者小组 协助民众跟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个债务协商 对不对 是有个单一窗口 是 好 那今天呢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单一窗口 现在运作的怎么样 那这些的好像一般的民众并不知道 那这个是在你们的网站上 并没有这些的资讯呢 呃 各位报告 从去年一百零一年四月到现在 我们大概受理了呃四百件左右 对 但是在你们的网站上看不到啊 呃 我们今年其实我委托了那个联府中心在呃 在处理啊 这些资产呃 这些债务协商的事情 那我们会加强协道 所以是不是你们可以在你们的网站上 在明显的地方 那就是在你们桌面上 一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网站 就是这个所谓的资产管理公司 这个债务协商的这个小组的这个 债务的催收的这个 呃 这个运作的方案 把这些的资讯公布在你们的这个桌面上 然后大家进到你们的网站上 一点就可以知道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谢谢 请回座 那我想要请教我们的这个 呃 我们的金管会 就对于这些的你们 就是说有列的这个所谓的金融机构 作业委托他人处理作业内部作业制度跟程序办法 当然这个名称好乐乐等好 那里面你们其实是有规定就是说你们对这些的金融机构 他如果把这些的不良债权委外催收或是 就是销售就是 就是卖给外面的这个资产AMC的话 那如果说他有牵涉到不当的这种催收 你们要去终止这个委托或是甚至把它解除这样的一个买卖 那请问从你们公布到现在 终止的几件 呃 我们从这个过去是有一些案件 我们做一些必要的处分 我问你终止的几件 呃 我印象里面大概至少应该有七件左右 有终止七件 七件有做 你说终止委托 呃 做必要的处分 当然这里面包括终止等等 好 那你能不能在一个礼拜内 把你们就是说 从你们公告之后 到现在 你们到底就对银行 他这个就 就说他把它委外 或是出售不良债权 那这些AMC公司他的一个不当催收的行为 你们有终止 或是把它的解除 这样的一个买卖的 有几件 把这个资料送给 本会可以吗 好 会后一定承报给委员 那另外呢 就是说在你们的网站上 你们并没有 就说你们事实上是有这样一个监督的行为 可是在你们的网站上 并没有这些的公告 其实人民 就说当人民遇到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一个催收 他要去申诉 你们并没有在你们的这个金融 这个你们金管会的网站上看不到 跟委员报告 目前我们是银行工会 他有建立一个 呃 售后申诉的处理窗户 在银行工会有个专区 对 那个专区你们要点进去 里面是什么 里面就是只有就是 所有的这些银行的联络电话 那所以我不知道说 好 他可能打电话进去以后 可能又是转了一大堆的 这种所谓的打路机 所以呢 事实上就是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实际去查核说 这样的一个管道到底畅不畅通 那这是银行工会要做的 那你们金管会 你们是对银行监督 所以当人民发现说 银行根本没有在监督 就像说好在这个卡债 这个卡债组呢 他们曾经有一位 然后呢 就是被这个AMC呢 不当催债 所以呢 他就到你们监管会去申诉 结果呢 早上打电话到金管会去 下午呢 马上接到这个AMC的公司说 你呀 不要到处乱讲话 你小心 所以你会看到说 好 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人 有外面有那么多的 这种不当的这种讨债 可是你们的案件那么的少 然后呢 今天人家跟你们 跟你们这个申诉之后 结果呢 马上怎么样 这讨债公司 这所谓的AMC 马上又知道了 消息就马上泄露 所以你对于这些的检举人 或申诉人 他的保障到底在哪里 你们这能不能回去好好检讨一下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这个一定在看看 怎么样加强这个申诉管道 而且站在保护这个申诉人的立场 这个部分我们永远都有改善空间 我们会再来检讨 好 请你们就说 第一个要把这些资讯就怎么样 就公开在你们明显网站上明显的地方 让人民从你们金港会的桌面上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进去申诉 那另外就是你们申诉的管道能够畅动 同时对于申诉人的资讯要保密 而不是说我今天跟你们申诉下午就接到这个AMC 你想在这种情况之下 谁敢去跟你们申诉啊 是 他要死得更快 好 OK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请司法院好吗 司法院的民事厅 就完办事法官 委员好 你好 您知道说我们有支付命令嘛 对不对 支付命令的制度 那您知道说支付命令的制度现在被滥用 你知道吗 支付命令被滥用的话 我们觉得说如果是人民欠债还钱的话 那债权人自然是有那种权利 去向 我们现在不是说他今天真的有欠债 而是今天诈骗集团 他随随便便就发了一张纯正信函 随便找一个人就发了纯正信函给你 然后说你欠我什么什么要钱 然后你接到以后你想说这个我又不认得 那现在诈骗那么多 所以你根本不会去理那一张 真的写的里面错字连篇 根本狗屁不通的东西 所以你根本不会去理他 好不理他之后呢 就接到这个又在这个接到了这个法院的这个所谓的支付命令 支付命令呢 他觉得他去问人家 人家说这个很多的诈骗集团 你根本不用去理他 OK 所以呢他也没有去理他 然后接着怎么样 接着就是确定 这个他就接到这个执行处的这个强制执行的命令了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会发现说现在诈骗集团利用支付命令 他不去做实质审查这样的一个一个程序呢 然后呢来达到等于把法院当做他的一个白手套 然后呢就直接就去对人民啊就去扣押他的薪水啊等等 所以我不晓得说你们对于这样的一个防范的措施有没有 或是你们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诈骗的手法 报告委员在报章杂志上面有这种的一个消息出现 他事实上我们在民事使用法也有规定 如果说支付命令的话 他还要需要做一个相当的市民 才合发这个支付命令 对当然市民的东西很多是弄假的 你们看不出来 这真的是形式上面的审查 第二个部分的话可能要站站在民众上面的宣导 也就是说接受到法院的执行命令的时候 一定要在二十天里面提出异议 如果不提出异议就会跟确定判斥有同一效益 这一点的话一定要经过很广大一个宣导 那现在就在你们发的支付命令上有这样写 但是你们的支付命令上面写 就是说因于本命令送达二十字不变期间的向本院提出异议 好那现在这里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法律上还加上不负理由 为什么你们把不负理由删掉 因为不负理由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一般的人民我根本不懂法律 你要叫我去跟法院异议 我是想想我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负理由这四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晓得为什么在你们的支付命令 把这不负理由四个字拿掉 是 跟委员报告 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 我们回去会做一个 希望你们能够全面的去检讨 因为当然我这里拿到的是台湾台中地方法院的支付命令 那我不晓得说其他的法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我想这是立稿 那立稿上面是不是为什么把不负理由拿掉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好这个里面所讲的就是说 如果呢你在这个不在这个期限内提出意义的话 本命令与确定判决有同一个效力 是 请问一般的人民刚看白 下面有这个确定判决 下面有这个同一效力 两刚白不懂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好他今天接到这个东西 他不懂他要去问谁 上面也没有一张一支的咨询的电话 什么通通都没有 所以你们是不是可以把 就是说如果遇到这个有就不懂的话 他有一个咨询的电话 可以打到哪里去问 或是呢他怀疑说这个是不是诈骗集团的东西 他也能够打电话去咨询 去问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管道 有一个申诉的东西 而那个东西可以在你们寄发支付命令的时候 看你们现在在支付命令上面写 或是在你们的信封上写 写清楚 让人民知道说 我接到这个东西 根本不知道它是真的是假的 那他至少可以打电话去问清楚 否则的话 他很快就过了20天 他没有去议 就确定了 那你说确定 果然他可以去提起再审 再审他还要再缴诉讼费用 委员这个建议很好 不过跟委员报告两点 第一点的话就是说 在我们法院的一个宋导的信封上面 都会有他的一个住址 地址跟电话 联络电话 第二个的话就是 宋导的证书上面的话 委员也会有承办骨的骨符 或者是书记官的一个名字 这个部分的话都有利于民众来向法院 相关的单位来做一个查核 那是不是你们在上面再加注好吗 在你们支付命令上面加注 要等可能信封拿了就扔掉了 所以你们在上面加注 就是说如果对本命令 有不了解或是怎么样 就是华语的话 他可以有什么样的联络的电话 是 好 这点回去待到 谢谢 好 我们接着请林郑奥委员咨询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